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朴一生为您带来的导塔第一视角解说视频 我是一名来自武汉的草根解说朴弟啊,感谢大家的暂时收看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来到11平台的竞技场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啊 今天我看看之前呢,有好多观众说,朴弟啊,你能不能打个中单的英雄对吧 带来节奏啊,后期的,你最近全部都是做的后期啊,这看的不会赢啊 那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我们这一把这一圈里面有中单的有,第一个是龙鹰,对吧 但是呢,我想打谁呢,我们想一想,这把的话,蓝猫,大家觉得怎么样 风暴之灵啊,对吧,蓝猫淘气三千万啊 这边啊,首先说来果断买一只小鸡仔,我们这边有白牛,有骷髅王 然后对面的中单呢,是选择了,受着我们的灵魂也是非常火热的,对吧,热门的中单 还有对面有一个,嗯,蝙蝠啦,还有一个军团,还有一个蓝胖啊 好啊,那么看到今天,可能经常看朴弟视频的老观众,就要对朴弟发问了 说朴弟啊,你最近怎么连续一个星期不更新视频,这是为什么,反而到今天星期五才更新视频呢 啊,在这边呢,我要给大家,嘿,道个小鸡啦,因为最近朴弟呢,我在筹备直播的这个事情啊 主要是呢,呃,嗯,筹备直播要搞好多东西啊,这个第一个呢,我就搞人气,对吧 啊,呃,微信呢,我现在基本上,人,已经不加人了,加了4700多个人,接近4800吧 比我预期的4800差不多接近这个数字,还有差几十个人吧 所以现在,呃,暂时不加人了,而且呢,呃,我,加了这么多人之后呢 也是跟大家搞了一个小活动啊,小活动啊,当然这个活动呢,也只是我的微信好友啊 也是非常感谢啊,感谢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一些,呃,支持朴弟,我的,重,重视的观众啊 在这里也是感谢大家,所以呢,呃,第一个就是,我会呢,搞直播,对吧 大家一有空就可以过来看我的视频啦,我,可以,呃,有更多的时间来,呃,这个,朴弟我呢 就会跟大家见面的这些时间,对吧 哎,看这边这个萌马,我们待会认识了,我这边翻个影子,他想过来,对吧 过,过,过我在这里拉,那我,来,你来,哎,但是他,但是他的这个,走位好像是准备递过来,都,这边我直接是,往上面走一点,赶紧吃一个,再,好的,漂亮,你看这个萌马 啊,真的是一副钥匙的,要在这里拉,跑来跑去,对吧,这是你,我吃一个金币,至于吗,把你的一血都丢了 好,这边呢,我们前期说一下充分装,我并没有像常会出装,呃,一个挂件,一个小机仔啊,然后不带补给,前期呢,吃一个金币,再把补给补起来,并没有那么多了,前期呢,我看到中边的是,中单的对面是一个,说的灵魂,所以啊,非常理智般的, 买了一个小机仔之后,吃的喝的都带了,然后还补上了一个小魔棒啊,那么,打兽折磨灵魂,如果蓝猫你没有这个魔棒的话,前六级你很难单杀掉他,如果有了小魔棒的话,你就可以非常轻,哦,也不是说非常轻,在一个,就差仗的时机啊,跟他互拼啊,对吧,跟他互拼,这边,好,这边,好,跟他,搞了搞去啊,好了, 好啊,蓝猫这个英雄,我好像也很少给大家带来,但是之前也是去年吧,去年给大家带来过,哎,这边,哎呀,他走上来,我这,哎他,这边,好像,你看他,应该是感觉到了我身上,应该是有魔棒,我这边,在一级普攻,看,他,你看他刚刚那个动作,他可能,对吧,可能他的想象中,可能一个G一个T,然后一级普攻就可以帮我带走,但是呢,他突然想到,哎呀,那个蓝猫身上还有魔棒啊,然后呢, 就赶紧往后面退,但是已经维持一把,我的普攻已经飞上去,他已经减速,我们再走回去,一级普攻,持上魔棒,完成,对吧,在这边放一个影子,这边,再一级普攻,往后面退一退,他,不知道,再往后面躲一躲,你看我们的这个走,走位,是不是相当犀利啊,哈哈,相当灵活的蓝猫啊,对吧, 把他玩了,一愣一愣,哈哈,那么我还是回到那个事情上面说啊,现在呢,大概我的奖金,呃,就是给大家比较喜闻乐见,对吧,这今天这一期做出来,主要啊,第一个就是弥补我这么多时,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更新视频了,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呃,去,说一说啊,今天星期五,真好是这个时间, 对吧,今天晚上嘛,七点钟啊,有,从七点钟到十一点钟,会,调地的首播啊,首播秀,这个呢是,呃,直播啊,直播,是在哪里直播呢,没错啊,就是在熊猫啊,跟着大脚身的脚步的,我们去熊猫啊,小猫,呃,在,哎,我们待会儿在扯,好像是,买了我们手机上,买,赶紧买个鞋子,待会儿再说,看这边,我跟他浪一浪,哎,这边冲上去,我,呃,首先给这个影子,但是, 这个,有点,他的这个张位有点靠,靠近塔下,如果骂人冲的话,会不会反射啊,算了,没鞋子啊,如果鞋子运过来的话,还可以,那么,嗯,在熊猫,去搜索我的名字,朴弟啊,不是朴一生,那是朴弟啊,朴一生那个名字太霸气,有点不敢用啊,呃,就,呃,在,搜索朴一生就行了,不,不,搜索朴弟啊,朴弟,搜索朴弟,当然我在屏幕当中,呃,拿出来,打出来,搜索朴弟就OK, 好啊,这个呢是,呃,直播的事情,那么直播来的第一个呢,就是希望支持,啊,我的观众,过来看一看,捧个场,对吧,毕竟是我的首帮,希望大家跟着,来增添一点人气啊,把人气多了之后呢,我对吧,一次沉默蛋糕啊,的关爱啊,对吧,兴趣,可能会被熊猫,现在我,哎,白牛又从我来,我这边走会有鞋子,在一记浮宫,炸他一下,在一记浮宫,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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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牛跟我同时丢失视视野,这个, 预 çık each other,好像这个,我看,得你一下,能不能蓄啊,白牛,有没有,还能不能冲啊,白牛,鲚 Nar unquote,还能不能去刀,对面狼虎来了,还一记鲄高大丈夫,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南方有点肉,老虎,老虎这个老虎是我,没有全部够杀掉。白牛,有没有冲啊,我不会尽肃了,算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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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但是我们中单打得好强势啊你看看看看 好啊那么呃希望支持我的同学过来呃看一下对吧那人数多了之后啊 主要是来订阅一波啊订阅我的直播一波啊 那个直播间对吧订阅人数多了之后我可我感觉啊因为我竞争战的这个星期都在看这个熊猫的这个直播我感觉可能是呃过了两万左右的时候 可能才会被签约啊我现在并不是签约是属于我的一个自己呃的一个一个一个直播的心自己去了对吧 他们没叫我啊我自己去啊混淆自勇所以我感觉可能订阅数到了两万可能才会被签约所以的话希望大家来签约一下这个的是一个一个友情牌 但是呢我也考虑到对吧友情牌这张牌肯定不能够长了可能丑播对吧可能大家呃反个脸对吧 给表弟把他上碗饭吃啊过来看一看但是呢之后呢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也想了很久啊 哎搞了个抽奖啊对吧前三天 嗯会送出会抽三次奖啊每前三年一共是抽九次嘛对吧 所以前三天就是今天开始星期五星六星天啊三年就是二十二二三二四这三年每天晚上八点钟九点钟十点钟整点抽奖抽 就是每个小时送出一百元红包啊大家是不是很惊喜对吧然后呢这个呃 一共三天的话一共会送出九百块钱的红包出去啊所以大家赶紧过来抢啊抢的同时啊希望能够点击一波关注啊这个呢是这三天的活动之后呢嗯我可能呃 呃借助的我那个小互动可能是呃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吧也是支持我对吧做了大概200多部视频了 嗯然后呃也有好多东有好的同学对我的一些 我们先看这一波这边军团我六级我这边在一级普攻但是军团这不也能搞定我但是 船长 船长好像是在沙后面的猛马哎我看看一级普攻飞一下再一级普攻再飞一下一个儿再一级普攻再一级普攻好受的 哦这边我去飞过去你看看再飞过来他想大我你看这不过大船长没水到他这个 好他就追我船长 我还以为船长可以水到他 船长如果水到他的对吧 啊我就一个啊 走过去一个儿再一级普攻这边再一级普攻再一个儿一级普攻他给自己加了一个雪再一级普攻再一级普攻走了 船长说蓝猫你让他决斗说不定还可以加跟加工医院这个有点冒险那如果给他决斗的话呢 主要现在伤害到我身上船长就一个水然后没伤害啊如果 对吧对面军团人民好一点直接可能包给面了 刚的话我是连续记了两下让他直接丢失到目标 好啊 好啊那我们先把这三天的奖超完之后呢可能 还会连续抽四十天的奖但是呢那四十天的奖大概一天只会抽 一百五十块钱就是也是同样是三个观众但是呢 一个观众只会送出五十元红包所以今天这三天是 最大的一个奖啊对吧就是前三天每天会充出三百块钱就是每一位观众会一百元红包之后呢会连续抽四十天 我看吧如果这一个半月如果我还没有被签约的话对吧或者人数还是上不来的话可能我 也就那样了也就那样了 算是我的一次拼搏吧算是我的一次拼搏把这个这个就堵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了 好啊我们行的玄话不多扯啊那么我们来说点题外话大家比较喜欢听的事情对吧 好对啊这个就是屏幕当中的这这这两个这朴弟呃表弟在熊猫的百度啊如果有可能有老年熊人不知道对吧就是百度熊猫TV 电脑的话白头熊猫TV然后在熊猫里面熊猫直播平台里面搜索我的名字表弟就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了 如果是手机用户的话是需要下载那个手机应用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吧 毕竟熊猫打比赛那天有150万个看打打一的比赛的人应该会 大部分人的手机里面应该都有这个应用 所以的话我想想想看这边 杀应该是杀不了 我们等这个白柳过来 对面提不过来一个人赶紧傻 你看这个白柳也非常的极致啊 好我们现在说点题外话对吧 呃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好朋友杨超超哥对吧 他的前女友呢结婚啊 给他发了一张情帖啊 那当时超哥犹豫了半天还是去了 毕竟爱过啊 想上前去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啊 新娘那天很美啊 一切都按照普通的结婚仪式举行啊 结婚仪式嘛 好像这波的话下路我们这几个人都站得比较齐 待会再扯 那么蓝猫这个英雄就是一个偏刷偏打架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套路吧 这个的话好多人都做过蓝猫了第一次脚啊 条第五呢可能也勉勉强抢 对吧打了没有蓝猫也勉勉强抢 好多东西也要做的不足的地方赶不上其他的那些大神鸡胸 哎这边有一个人 算了 刷了因为对面可能对面五个人都在下来贸然冲的话有可能会被秒掉 哎军团在中路下路成猛马 死一啊死一啊白流死一啊 这还不是死一啊 白流死一啊 把视野探出来 哎有一个这个这个我看开个二 对面蝙蝠包拉住往后面滚一滚西 你到了对面两个前期爆发点的火牛站会冲一冲 我们船长应跟白流应该暂时比较为比较安全吧 老虎开了一个大招 我这边好像是要死被叠上骨灰了 我这边赶紧滚一下提皮 我这波的话伤害没打出来 但是我吸收了两轮伤害两个人的伤害啊 还是做出了一点贡献了 但是这一波的话对面军团赶过来是杀掉了我们家的船长 还有一个白流啊 我们家的大骷髅呢在上楼发育了还是比较丰盛水起啊 好我们接着讲对吧 那当时呢结婚的仪式呢也照常举行了 然后我就到了后来的新娘跟新郎敬酒的环节对吧 然后就到了曹哥这桌啊 曹哥呢就举起酒杯 我也笑着对着新郎说到新娘很漂亮 火先干了 然后新郎也很高兴了 喝完了飞中的酒 可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又觉得哪里不得意 哪这里说这 这个我们就只在前说到这里对吧 那这个段子需要啊 耐人寻味 因为中国的这个字啊博大精神对吧 有的时候呢还是多英字啊对吧多英字 好啊 没听到什么同学生命啊 还很但是我这么赶紧提下来看能不能救一手 哎呦直接跳了我去我这个直接拿过来一击不容的 然后像我后面飞一下他现在打我在一击不容 直接是被船长搞死 这边难放的话 算了没人够配合 好啊 那么我今天可能我的声音呢跟以往有些不同啊 因为我换了一个麦克风对吧 以前呢是用手机上面的 不不用那个耳机上面的那个话筒 今天呢我为了直播对吧 特地去买了一个小麦克风啊 不知道声音怎么样啊 可能还需要调试还是什么什么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杂影啊 而且呢我还配了一个电脑啊 嘿 因为开直播啊 然后还要开很多东西比较卡 之前的那个4G内存的电脑已经不够用了 现在呢换的台16G了 16G的话勉勉强强吧 勉勉强强 然后呢以后啊 呃以后再给大家做出来的视频的话 争取给大家的画质争取再调好一点吧 因为之前有好多人说调底里的这个画质不是很清晰啊 是主要清不清晰 主要是看这个解说的他的电脑好坏的程度啊 嗯当然 越清晰的画质就证明他的电脑越好对吧 我之前的电脑就不怎么好啊 所以啊 你看以后吧 以后给大家尽量带来要高清一点的视频观感的感受对吧 这边拿出来一个是两个师座人了不开心了不开心 好啊 你们趁着打野比较无聊的事情还是讲一讲其他的事情对吧 那天呢超哥跟我说跟他跟我说他他跟他的女朋友铁锤啊有个烦恼想问我 我说超哥啊这里就见外了对吧 有什么问题你就大胆的问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女朋友我嫂子啊对我也不错我也没把他当成外人对吧 那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啊 超哥呢 语重心长的说哎呀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啊我带领我的百万大军去攻城了 然后经过了长达两分钟的激烈奋战我全军覆没 之后得知竟然有一个存活了下来 而且当场被抓你说我现在去捷御呢还是等他十个月刑满释放呢 啊超哥这可是大事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弄出人命来了 啊我只想说这个蝙蝠一副钥匙的样子边滚过去拉一下再一起補弓再放一个儿残影再滚过来 啊这些是被拿掉的这个大拿的啊 啊当时我就说啊超哥这可是大事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居然还弄出人命来了啊 啊但是不过据嫖叫色多年南征北战的经验 我觉得你还是先确认一下存活下来的是你的冰还是别人的卧底啊对吧 看这边这个蓝帕 真的查看了不足啊 这边没吃我看看 军界的话还是掉一个这个 给一个高空视野他在打我们好他们稍微退一退 这边白鸟分散的英勇这波的话再一起补光再回过来再一起补光 哎我拿不到人头啊好像这把 这是怎么鬼啊 我看看血精神还差那么一点点 再去刷一点吧看刷两个野对吧 啊 我没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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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好像打起来了 但是这一波的话我赶不过去啊 只能够跑过去了 这边切敏捷加团狂喝瓶子 完了 这波的话白流是被对面直接起火搞死 你看其实我们家的阵容啊 打反手比较厉害 抓人比较厉害 但是打真正的团战 在对面的猛马加上老路的这两个打团型人手下面很难有胜算啊 所以我们这边只能够等装备差不多好了 比对面领先 然后肉一点之后啊 再来打大规模正面的团战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波还差600块钱 差600块钱出到我们雪景石 12级 两级拉 满级R 满级被动 两级大招 我马跳到了 这边白流直接冲了 但是是从家里冲过来的 诶 吃了个什么 吃了个金币啊 这边赶紧飞过去 把它留住 不让它再跑了再跑的话 我们可能会面临危险 这边一个R 一级普攻 好 再拿着人头 猛马一个大招把我们留下来 这个还有个蓝胖 这边 我看一个R 再一起普攻 吹了这个猛马 但是对面军团赶得过来一个W 再一个大招 但是拿到一个 三杀 这一波的话 我拿到两个 吃一个二换三 有点亏啊 吃对面军团的 拿到了这个三杀 船长的话 十八分钟 快刷新了 但是他现在 做出来的刷新还得 还要等一会儿啊 才可以连续丢两个船 但是呢 丢两个船的话 可以分开的丢 感觉效果比较好 水果的话 我们回去把悬殷石做得出来 对面军团应该是一起飞 哎 水船 但是 韩路两个人 白牛没冲过来 没后续的街上的能力 现在的话 对面可能是在等 等对面的蝙蝠 对吧 对面可能打团人是这样打 等 等 其实 谁先手都可以 一个军团 对面先手也可以 然后猛马接个大招 对吧 我们肯定要围攻军团 然后猛马一个大 然后呢 对面蝙蝠 又可以跳过来 对吧 再拉着我们一个人 比如说 我 然后把我给免了 哎 下路的话 好像是 两个打不过军团一个人 哎呦 要被反杀一个了吗 啊 没有没有没有 好狠啊 这个军团 你看他一副 要死不活的表情 这 我们要去找了 这对吧 我们终端带节奏的应用 我们过去看他 在这里打野 那我们 好像在这里 我过来 哎一下 拉一下 哎一下 再放一个R 哎一下 滚过去 哎一下 我滚过来 哎一下 放个残影 哎一下 我滚过来 哎一下 放个残影 哎一下 我滚过来 哎一下 再滚过来 哎呦 没魔法 哎 哎 她的人品怎么这么 好 玩脱了 玩脱了 这 好 我们趁着这个时间 换个话题 换个话题 就说 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好朋友 杨曹超哥的女朋友 铁锤 记得啊 他当年上大学的前一天 哎 看这边 待会再瞅 我这边直接是在过来 搞死 拿下一个双刹 这边再放二 滚过来 在各边 待会再折 好了 这一波的话 虽然 刚刚 哎哎哎 兄弟们 这边 好漂亮 两百六十一个反冲 看这边 这一个破功 我这边还加了攻击 你这个军团要死不活 刚刚我打不过你 我单挑 现在我三个四个队友在旁边 我唯一整个打队 你胆子还不小 你咋真以为你 变蝙蝠在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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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 嘿 我们飞过来 我们的目的是过来吃福的 吃福的 好吧 那 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好朋友 杨曹超哥的女朋友 铁锤 记得他当年上大学的前一天 他爸爸离铁柱 之前看到一个新闻说 国外的有一个父亲 在他女儿上大学的前一天 带他去酒吧 喝了一夜的酒 第二天他的女儿醒来后 发现旁边有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亲爱的女儿 你要记住 你最多只能够喝五瓶啤酒加一杯白酒 这是你的极限 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 爸爸就送你到这儿 这个女儿看到后非常的感动 然后 铁锤的爸爸也想这样给自己的女儿上一堂课啊 于是就这样啊 大学的前一天 铁锤的爸爸带着他去酒吧喝酒 喝到了后半夜 他爸爸去吐了四次 铁锤 一点事儿都没有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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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故事 对吧 大家本以为是鸡汤啊 但 确确实实 这个故事是鸡汤 但是 讲了后面讲成了鼻霜啊 我只想说现在啊 这个中国的妹子的酒量啊 可比同龄男生啊 更何况 对吧 你为了爸爸呢 也没喝 也 也不会喝什么酒 对吧 在现在在城市里面读书的学生 尤其是快读大学高中的时候 他们的酒量可比同龄男生要多的 不是一点两点的事情 所以不要轻易跟他们喝酒 你想现在还那个老观点 把一个妹子对吧 拉去喝酒 然后呢对吧 趁着他酒醉的时候做点什么事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电脑 说不定他把你的钱包的 你到时候喝醉的是你 他把你的什么钱包了 对吧 然后把你拍照片了对吧 这没事就对吧 找你要点钱了 你一直累了 说多了都是累啊 说多了都是累啊 我不说这个话题了 不说这个话题 看这边我们 来看这一场 转转说推可以继续推 我看看 我们这边最好的打法呢 就是蹲骷髅王对吧 让他们的技能的都丢 都丢在骷髅王身上 不然这边白就直接上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这边的话有个蓝胖 我这边直接 哎 蓝胖看到我 我看看 我飞过来 一击普攻 我再一个R 再一击普攻 再一个拉 对面猛马直接看见 我首先一个 呃一个跳大 我这边往后面退一退 对面蝙蝙也赶得过来 刚刚好传种 我这边再滚过来 收掉蝙蝙的这个人头 这波的话 对面 我感觉对面 把我又拉得严重丁肉中刺一样的搞 对面的猛马居然是 我在哪里 他就打哪里啊 对面军团这一波不在 可以打继续推 但是我们二塔没有了 军团有暗面 推我们上塔 攻击力也相当高啊 这一波的话 提局过去一个 我再提局过一个 是白柳 冲冲冲冲 冲冲冲 快快快 失去战士的行动 快这边 直接一个垫炮被枷翻过来 直接一个拉重 她一二剂普攻 两剂普攻收拾 我就问一下这个军团 前期我直击扬眉吐气啊 对吧 我打条打不过你 我们兄弟 嗯 我什么其他的没有 我的兄弟多对吧 就是这 我的兄弟多 这样比看直播一样 对吧 对吧 诶 今天晚上啊希望大家能够来捧个场对吧能够来捧个场 来认个门也好啊 跟活上对吧还有活动红包来了对吧好像做做直播的话 我也看得到好像 现场抽奖的比较少啊对吧 这个我一般都是说什么对吧什么回馈观众啊 接接接接就可能有好痛啊有同意说啊朴弟你真无耻啊嘿嘿我就是这么无耻啊嘿我就是这么无耻 其实啊这个我们不开玩笑对吧正经一点的说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会遇到低谷的时候 那么低谷一般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呢已经面快面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当你 选做选择的时候刚刚做出选择的时候你把你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部推翻的时候对吧 这个时候是你人生中最无助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 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就是你人生低谷的时候 那么有的人呢可能面对这样的时候呢 会 不耐去接受命运啊说 我可能也就这样了 之后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把握对吧因为我不了解 没有办法掌控啊 然后呢就去接受命运他们的随波逐流的一些 事情的发展 但是朴弟我呢 虽然也现在也是面临的低谷吧 但是呢我多多少少也是在做出自己 做出了一点点努力吧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我这些人做的什么努力 那么可能有好多同学这一段时间也是他们的 我毕竟现在有4700多个微信号 每天几乎都能够收到 我现在朴弟我相当于一个情感垃圾桶啊 我几乎每天都能够收到好多同学 给我发来的一些新事发行事 他说朴弟我生活现在二十七八岁 甚至有三十五岁的同学还没结婚呢 问我一些之类的问题啊 我想说的是 你在做任何一个选择之前都需要做出努力吧 就拿朴弟我来说我的努力是什么呢 我们待会再扯看这一波开悟 这一波很关键 船长走到最后 这边让船长跟紧一点 别走丢了 哎破雾了 这波不知道是谁 我但是我 感觉 我感觉在 这里 我在 我看看这边 我首先摊一下视野让白楼冲 白楼冲到了这边老鹿很关键 我这边拉过来一击普攻 再一击普攻飞过来 一个R再一击普攻 收掉这个老鹿 看看这波我身上的这个火 好像 状态有点多 我看看这一波 呃 船长一个对面蒙马加了一个大杂我躲过了好还好这边 在杀这个要是不活的军团这边拉住再一击普攻再一个R再一击普攻 收掉这个军团 还有一个要是不活的蒙马再一个R 一击普攻拿了一个三杀 好像还有一个 嗯 蝙蝠 这后我直接滚过去打出伤害再一击普攻两击普攻打破推了一下子我的四杀没有打出来 有点可惜呀 这一波 好啊 好啊我们还是把那个话题 这几天两两个月吧首先的朴弟呢我是利用我现在能够做的对吧就是视频 嗯 虽然人气不多吧 积攒的两年我做了两百二三十部视频吧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对吧人气的然后呢把我现在呢我这两个月就是把我这两年的人气积攒起来对吧就是加到我的微信好友里面 呃 这个呢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啊对面已经离开游戏了我们还是把话说完对吧 这个呢就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呃 第二件事情 就是呢 搞抽假对吧 这个的话我的微信好友应该都知道对吧就是 呃这个这个 希望大家都赞助我的那五元红包对吧 这个呢是我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选择一个好的相对于好的一个平台啊 我是综合考虑的 嗯 现在呢可能有四个平台是好比较好的选择 第一个是斗鱼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是虎牙 第三个呢就是战骑第四个的是 熊猫啦 熊猫啦但是相比而言熊猫跟其他的比的话熊猫是 新一个新平台而且 人气最高的这个我们都公认了对吧 大卡无疑问肯定是大脚生他的人最高啊他在的平台里面人气的流动量肯定是最大的 所以他在哪一个平台 的话 我觉得哪个平台打我只说导导一的人数啊 肯定是 人口 流动 跟这个潜力是最大的我只能都这样想对吧这个呢是我从综合 考虑来说的话我的发展前途啊一些之类的对吧能够 对吧以后看能不能发展成为10万在天观众对吧 当然现在呢往2000这个在线观众啊来来慢慢的发展的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所以的话做我的我做了这三件事 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可以吧 看 但是我这都是计划当中我的这个直播路到底能够走多远对吧 还只是我的一个计划当中 所以的话 有同学听到这里可能说调调我这个 没办法像你那样做但是呢 大家不妨应该这样想我跟你们其实都是一样我两年生 之前呢 跟你们都差不多对吧也是毫无 任何的有此可言这所有的努力包括我做的视频呢这都是我的积累下来对吧我跟大家一样出生都是 我的对吧是来自一个龙村黄皮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对吧什么什么 实践呢 一些什么 这个这个比较 比较有钱的老吧都没有都没有所以的话我觉得 还是 做好任何事情跟选择的时候啊你还是应该 想好 然后呢做主准备啊我做的这三手准备呢 可能 其他同学说调调我跟你做的事情不一样啊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的话 事情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实录啊听实录 对吧 好我要说的呢就大概今天差不多到这里这个什么东西把我杀了 这个我不能忍了 这个我不能忍了 直接飞过来 一级浮宫放个R再一级浮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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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过来 好啊那么呢对面蒙马好像是有点 不甘心的意思不停的买活对吧 还买了bkb红啊红杂趴红的直接飞过来拉住R一下在R已经不飞过去在一起浮宫 两级浮宫他给我一个大概我再会过来 还再次被拉我带的我感觉这把我的普攻拉不到什么出租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结尾呢也差不多了 对面也就一两个人了 也没意思对吧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视频呢 暂时呢 就先给大家带了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去 今天晚上七点 别忘了去熊猫TV 搜索嫖弟来支持我一波 好 我们看一看 上一期有哪些同学的留言 上了视频 我们一起来开看 上一期拿到沙发的是 这位同学啊 这位叫做 呃 蓝志同 对吧 是个莲花的头像 他说啊 沙发沙发 我很帅啊 感谢这位同学啊 这个 呃 这个这个 你的手速很快 隔了八天 我刚才才看到 你上期视频更新的嫖弟 我居然 对吧 有八天的时间没可以醒了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继续看 呃 这位 叫做 走卫 很好 是个小车的头像 他说啊 嫖弟 感觉一大波红包 离我越来越近了 看好你哦 嘿 真的是一大波红包啊 这个 也有 也有一部分 我可能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六十加五的微信好友的可能都是奔着嫖弟的红包来的 呃 都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基本上是嫖弟啊这个什么时候直播啊这个红包怎么偷奖啊都是一些这类的问题啊但是呢呃我也欢迎对吧能够加我的都是给嫖弟面子对吧呃这个这个愿意上嫖弟烤饭吃的好啊良心观众啊良心观众啊呃 所以你看有时候啊做点小活动对吧抽着红包呢大家还是比较乐意接受对吧也不至于刚看啊刚看啊好那么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听天由命对吧我们只能把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做好就啊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右上角呢就是我的两个名字啊对吧嫖弟啊这个呢就是我在熊猫里面只给自己起的名字啊对吧嫖弟啊在熊猫TV里面搜索嫖弟这两个字啊呃 就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了可能如果有的时候没有找到就是我我在未直播里面呢在未直播有两个选项们一个是正在直播还有一个是未直播对吧呃这两个选项里面都 点一下我肯定在里面啊然后呢呃近来的同学希望能够点一波关注啊对吧点一波关注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们感谢兄弟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呃 发现兄弟 continue 啊 啊 啊 哇 哇 啊 啊 好友啊也是跟我聊过天了 也是一个对吧 比较喜爱朴弟的一个观众啊 非常的感谢 非常感谢有你们在啊 非常感谢 呃做的今天晚上 朴弟不就了 啊过了吗 其实这几天朴弟 我都隐隐约约的对吧 在四部啊 就是四些设备啊对吧 也好东西对吧 什么话筒啊 声音啊游戏的配置 还有这个直播软件啊 都在调试啊 其实我已经在这里漏头了 已经漏头了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位观众吧 这位叫做四四啊 是个板凳的头像 他说啊 当时发了好长一篇文章 我在这边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写了一些他写的文章 他说啊 当时只是一时兴起 看完了你的剧谋视频 当时的兴起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你的视频不一定是最精彩的 但是你认真的心 是我们所认可的 曾经你拒绝了签约广告 只为观众更好的观看 当时我想这解说是不是智商的偏低 不把个人利益带入 或者在我看来是个愚蠢的决定 但如今 木然 回首 看你的视频也有 了年多啊 好多年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他说当初的那个草根结束也逐渐成熟 或许我不能理解你放弃事业投身 事业可能是投身电竞事业的想法 我的想法应该和你的家人是一样的 但是我能够明白一点 拿梦想做赌注的条地 你怎会输 因为努力的你的身影将会是最帅的啊 这句话我喜欢 天上无数闪耀的星星就是无数的希望 福过肌肤的威风 就是对明天的期盼啊 期望 愿朴弟解说之旅越做越好 求上视频了 最后这五个字点点T啊 果断 这么语重心长的话对吧 看来看我视频的观众 也是相当有文化的底蕴的啊 我们在这里热烈以雷鸣般的掌声 对以上文字提出表呀 好啊 哎 非常 你看 能够对吧 这已经不是对吧 其实啊 我之前看到别人说啊 当 你做一个什么事的时候 别人可能只是从 哎 看到 到第二个就能好奇 哎 这是个什么视频 然后点开对吧 最后呢 到 到这个喜欢 到这个第三个环节是一个分水理 喜欢或者讨厌 如果到了喜欢之后 你看现在呢 已经成为之好朋友好观众 的这么一个地步了对吧 已经非常熟悉 跟已经到了最后是已经习惯对吧 看视频已经是成为一种习惯了 那么在这边呢 我所以我感觉现在 做视频已经成为了我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的 我生活已经习惯了 已经开始做视频了 可能有的同学看我的视频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因为我经常听到说 不要这样 我不看你的视频睡不着觉 你不更新视频 我的视频资料下降了好多啊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 这个话到底是夸我还是在说什么对吧 为什么看我的视频一看就睡一看就睡呢 对吧 我讲的还是很激烈的 所以 希望大家看到我之后呢 对吧 也是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 极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 面对自己的选择 希望大家跟 表弟吧 我自己啊 希望 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跟未来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条留言了 呃 这位叫做 YI修57393719 他说啊 讲黄色笑话算色黄吗 如果算的话 那朴弟要小心了 色黄主播要上黑名单的 哈哈 色正也是小朴 要记住哈 哎 为什么要提醒我这句话啊 我明明是一个健康的 极极绿色的 我经常说啊 但是呢 可能时不时会打点小的操片球啊 但是呢对吧 只要你们不举报啊 我应该不会 闹出什么 要要儿子出来吧对吧 再说了我一个小姐说啊 谁会 真的拿我开刀了对吧 所以有时候当小姐说有小姐说的好处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先到这里 我们晚上再见啊 我是朴鱼生 大家拜拜 晚上七点 熊猫见